表彰 来 我给你拿一条纱一个 好大哦 64线 177块 但是这个我不是拍过 是那个青纱是吗 对 这是青纱的 我上次拍的好小 你们放下吧 这条比较大 因为这个青纱我上次拍过 但是我那次拍只有这么小 看一下它有多大 162.5 师傅今天这个青纱你打算要用来做什么 做一面 这个要过年了 对不对 储存起来过年 对 可以送人的 对 可以送人 然后今天正好外婆啊 我阿姨她们周末也会过来玩 然后等一下可以正好跟她们一起做 做了 然后送一些给她们 大家好 我是表少 看一下 哇 真的好大 是不是 是师傅早上去码头赶集的时候呢 然后正好碰到的买的 一斤17块钱的海鱼呢是真的很便宜 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因为这个鲨鱼哦 它是通过皮肤去排尿的 跟之前魔鬼鱼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肉呢就会比较酸 就是如果我们按正常的做溜啊 煎啊炒啊 蒸啊 口感都好不了 所以我们当地最经常的做法 就是把它做鲨鱼王或者是做鲨鱼面哦 让它去吸收摊里的味道啊 别的东西的味道哦 那吃起来口感就会还好了 这个鲨鱼面其实真的很好 如果说小朋友经常吃鱼肉的话 我们就很怕它吃到鱼刺 但是这个鲨鱼面里面肯定是没有鱼刺的 小朋友就可以通过日常吃面的方式 补充深海鱼手寒的DHA啊 蛋白质等那个营养成分哦 其实也是很好的 那师傅今天要把这个皮全部都去掉 我们只取鱼肉拿来做鲨鱼面哦 开始操作了 看一下这就是鲨鱼的两个干超大 这个师傅是送给邻居喂鸭子 因为真的很难吃 鱼面我们今天先取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动起来做鱼丸 肉超多 都没有鱼刺 可以放心的吃 这就是这个鲨鱼的骨 只有这一根 然后拼命的动 然后放到机器旁边的角 在里面要加水 要加入盐 这个工序真的非常繁琐 我们单单搅拾鱼肉 我们剁了 搅两遍给它搅到细腻为止 单单做这个步骤 我们就花了一个小时了 刚才加盐呢 是因为加了盐 等一下做出来的面会比较有韧性哦 师傅这一步骤呢 是把面的弹性给它打出来 它这个肉呢 是越打越有弹性的 做一碗一碗 然后搅拌 我们这里面加的这个粉呢 是红薯粉 哇 做这个面真的是大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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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两分钟就可以 我奶奶给我吃穿的 真的 要不要我给你签服一碗 试一下好不好吃哦 对 看口感怎么样 好 可以啊 好 开始吃了 好 开始吃了 非常成功 还有分车 很Q 很有韧性 然后也没有鱼腥味 也没有那个尿烧味 煮的方式也非常简单 我妈妈 阿姨呀 她们都过来了 然后我们要一起坐 然后一起分回去 因为真的很多哦 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 拜拜 拜拜